鞍鮑 鞍鮑好吃 大家好我是Anson 歡迎來到陌生夫妻的頻道 目前呢Anson人就在深圳 那這次的深圳自由行啊 就是有拍了很多的影片 那後續也會慢慢的跟大家分享 所以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要先訂閱我們的頻道 敲下小鈴鐺 以及幫這支影片先按個讚 這一次啊 恩恩到7-11 原本想說買些東西分享 但是當我看到了這一樣東西以後 我整個就 就是你了 所以今天呢Anson就要跟各位開箱 這個就是 海底撈麻辣嫩牛自煮火鍋套餐 自從呢上次在這支影片啊 去了海底撈吃了 感受的那個服務以後 我真的覺得 哇靠 我只要到全世界任何地方 海底撈我都想吃吃看 因為每個地方的體驗都不一樣啊 我這次到深圳也有去吃哦 大家可以期待影片 大家如果有常去吃海底撈哦 你就會發現 你大概吃一餐下來 一個人平均大概都落在四五百塊左右台幣的一個消費 這個呢便利商店是賣五十塊 然後淘寶天貓商店三十幾塊的 也都有 旗艦店賣的哦 所以呢一個人大概花一百多到兩百多左右的台幣呢 你就可以自己讀下 海底撈的火鍋了 好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來開箱 喔它真的很大欸 然後呢它這外包裝上面就有一個簡單的操作說明 它還有一些注意事項啊 還有它裡面的一些配料 嗚~~ 你們看 超有質感的 好那我們把它打開 嗚~~ 欸 這也太貼心了吧 它還有附這個 它還有附這個餐具包欸 這個是菜包 以及呢它的絲粉條 好 對這個是它裡面是粉條 再過來 重點重點 有沒有看到 牛肉片 這個是清油麻辣火鍋底料 就是它的湯底啦 簡單來講就是它的湯底 這個就是 發熱包 加熱用的發熱包 那這一個東西很酷的是 它通常用在哪裡 它通常用在比如說露營的時候啊 或爬山的時候 釣魚的時候啊 你就 用這個呢就可以拿來加熱很多的食物 它是會瞬間加熱 那它的最大的重點是 它只需要用冷水就可以 它不需要用熱水 所以真的在很多沒有辦法生活啊 加熱的狀況下 這個 可以幫助你 飽餐一頓 那當然不是吃它啦 我是說 煮其它一些菜啊 倒個水就可以 飲住了 這塊就是它的這個碗 那這個碗 它也是耐高熱的 那這個呢 其實我買的 這一次買的是麻辣嫩的牛 對 那它其實還有其它的口味 大概就是這些 可以看一下 喔 好香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也太香了 完全就是 完全就是海底撈的味道 因為我前幾天也去吃海底撈 所以我知道 我還依稀記得海底撈的味道是什麼味道 我現在在分泌我的口水 哈哈哈 你只活不 我只活不滴了 不要不要不要 你只活不滴了 不要不要 我們先偷偷品嘗一下 喔 太好吃了啦 然後再過來是它的牛肉片 啊 出來了 有調味過 唉唷 吃起來味道有點像那個 滿漢大餐那個肉 的味道 它其實蠻大塊的 有三塊 在這 再過來 就是它的菜包 海帶 哇 倒出來啦 裡面呢有馬鈴薯 然後還有 蓮藕 還有海帶 還有木耳吧 這應該是木耳 還有豆皮 它這邊有特別標記 就是說這個粉條啊 最後再放 鋪在上面 就把它 鋪在上面 OK 大功告成 然後只要把這種 礦泉水喔 其實就是這種 每樣瓶裝水都可以 你就把它加到 那個 注水水位 是不是 簡單 簡單 然後它有說啊 就是這個 包要丟下去 要加水之前呢 你務必 務必一定要先檢查 它有沒有破掉 大概就是這樣子 一包 有點像那個 那個暖暖包的感覺 放進去 接下來就是 加水 加到 注水位置 倒水 沒發生啥 哦 它開始膨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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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 它開始在慢慢 慢慢慢慢 它在膨脹 好 我現在趕快放上去 趕快把它放上去 OK 放上來了 蓋上了 林丁裡面的那個 在滾的聲音 欸我不跟你開玩笑 整個味道衝出來 超級香喔 哇 哈哈 好 它呢大概要煮15分鐘的時間 那我們就稍等一下 我要打開了 3 2 1 好 各位 我們就要來實際來吃吃看 你看 用這種方式煮出來的海底撈呢 跟實際吃海底撈 到底 口味上 有沒有 變差 好不好 那首先 我們先來喝喝看它的湯頭 喔好燙啊 你知道到晚上喔 喝一口熱湯的那種感覺好幸福 然後再過來我們吃吃看 這個應該就是它的木耳 超脆 我以為 這種東西 可能放久了 它就會軟掉 但是沒有耶 雖然說就剛剛煮這一下 但是它已經 那個 麻 麻火鍋的那個味道 已經完全煮進去了 我們就來吃吃看這個 馬鈴薯 我在大陸的時候 最喜歡吃那個 重慶 烤魚都會 加這個 土豆 好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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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馬鈴薯這種東西 你煮 最怕你煮到整個爛掉 然後一樣都沒脆就爛爛 它剛剛好 這個是它的那個海帶 哇 它沒有很脆 可是 一入口 它馬上就 那個海帶的香氣就滑出來 非常棒 再過來 我們來吃吃看它這個粉條 晶瑩剔透的 感覺超好吃的 我覺得這個粉條 它少了一點Q彈感 但是它也不會就是那種很爛很爛 一夾就散啊 那種感覺 好 再過來勒 就是這一鍋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它的嫩牛肉 因為它不叫 它不叫麻辣牛肉鍋 它叫麻辣嫩牛 所以這個牛嫩不嫩 就很重要啦 你不能騙消費者 它既然叫嫩牛嘛 所以它瘦肉跟肥肉 都是有的 它不會那種乾扁扁的感覺 我們就吃吃看 味道上 真的很像滿漢大餐的牛肉 它裡面還是有汁的 它不是真的很乾的那種 可以 可以 那如果以這些配料來講 我覺得 讓我最滿意最滿意的 真的就是這個 馬鈴薯 真的太好吃了 哈囉 大家一定覺得奇怪 為什麼我已經換了衣服 又戴了帽子呢 沒錯 我現在其實已經回到台灣 而且現在的時間是11月19號 那為什麼我還在這邊做結尾呢 因為 就在昨天我得知了 叮叮 哈哈哈哈 台灣 竟然 竟然 在11月20號 7-11 可以 買得到了 在上上禮拜呢 其實我真的本來想把它帶回台灣來開箱的 但是因為 裡面有肉嘛 我想說可能不太方便 然後我就在深圳開一開 其實你看到我剛剛的影片呢 我是邊看我邊流口水啊 所以我又買來趕快我想要再課一次 你就知道到底有多好吃 OK那你有沒有吃過海底捞的自主火鍋呢 如果有的話呢 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你覺得吃起來感覺怎麼樣吧 那最後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給我一個讚 並且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你身邊 愛吃海底捞的朋友 近期會PO很多我們去沖繩啊 還有我去深圳拍攝一些很棒的內容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我要再去吃海底捞了 掰掰